字在的租屋組真的很辛苦 小潔應該是 小潔之前的話全部都是租屋組 對 現在終於有房子了 之前在今年的2月以前都是租屋 我大概租屋的歷史有20年之久 這麼久 沒有...15 16年之久了 全部都是在外面這樣子住房子 那現在住的房子呢 現在住的房子就是 剛剛那個大哥們他們講的是 爸爸的房子 對 因為之前那個房子 本來是租出去 然後也是租給一個孤單的 就是獨居老人 然後因為那個房子 其實在基隆的馬路旁邊的 老公寓二樓他租5千塊 所以其實當下午 我們要收回來的時候 是有點擔心的 好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現在小潔住的地方 是在基隆 然後基隆這個地方呢 是你們的老房子對不對 老房子 大概我是在那邊出生的 所以一定超過30年 對 然後像我 我以前在就是還沒... 搬來基隆還沒... 還沒有一個家的時候 是在南港昆陽街這邊 然後社子跟環洞大道這邊 還有深坑都租過房子 甚至於高到台中 妳還住到台中去啊 對 因為我大學是在台中念的書 就生活圈在哪裡 妳就在哪兒租房子 是 所以到處逃移這樣 就是我基本上大家都說 妳怎麼搬家東西這麼多 我就沒辦法 因為我也沒有就是一個 譬如說像別人有娘家 可以放東西 我沒有 我是我在哪裡 我的家當就在哪裡 對 所以像我在這麼多 就我希望能不搬家 就不搬家的立場上 我還搬了這麼多次家 因為租屋真的有太多的問題在 例如我之前 剛去深坑租一個房子的時候 對 非常便宜 大概4千塊 雅房 就是四房大概一個廁所這樣 也沒有客廳 然後呢 它那個雅房在使用廁所的時候 上面的那個牆壁 地上居然有毛 毛 發霉嗎 不是 是因為隔壁間是男生 那他們不知道在幹嘛 所以毛 某部分的毛 留在了牆上面 妳的廁所 就是已經說妳租屋的地方 是跟大家共用廁所的 對 雅房 雅房 就是我們剛剛畫面上看到 這個是大概六坪深坑這個地方 這個都不是 那邊已經可怕到 我沒有留下任何的證據 沒有照片了 對 因為那個時候 也還沒有到手機拍照 那麼發達的年代 所以那是05年是不是 這個是大概去 這個是在搬回基隆的 前一個房子 前一個 然後它這個要2萬塊 剛剛他們說那個公有住宅 就是2萬塊已經36坪 還38坪了 對 我這個不到8坪2萬塊 它怎麼那麼貴 因為第一我要養貓 養貓它其實基本上 很多房都不讓你養 所以你找到可以養貓的 基本上房租的都要比較貴一點點 第二它有包括停車位 還有管理費 所以2萬那時候我是覺得 雖然很貴但還可以 那個好像是在環東那裡 對 那已經是比較好 狀況比較好的時候了對不對 對 經濟收入也比較好的時候 其實你一開始是在深坑 你剛剛講到說跟人家共租 就是共租一個雅房的 那個區域那樣的地方 那後來第二間也還是換在深坑 第二間還是在深坑 第一個是雅房是4千塊 第二個是6千塊 它是套房 套房也大概是5、6坪 就是放一個雙人床 然後一個桌子跟一個衣櫥 就差不多了 對 然後也是很小間 對 然後聽說你是在這個時候 開始了你的貓奴生活 對 我是在第二間的時候 剛好在我外婆家樓下 撿到一隻貓 然後你知道那時候天真的以為 因為以前租房子 也沒有想掛養寵物嘛 天真的以為帶回去就沒事嘛 因為想說房東也不跟我們住在一起 沒想到我們出去的時候 貓咪會叫 那因為其實那個房子它是很小 就是隔音也不好 所以旁邊的鄰居就反映 反映了之後我們沒辦法 只好被迫再找可以養貓的房子 就被搬家了 對 就被搬家了 對 後來第三間換到哪 第三間的話是在那個 社紙 就搬到社紙去了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我 考上大學之前 我有先休學兩年 那那兩年我是在台北工作 那那兩年的時間 幾乎都是住在社紙 它社紙其實是比較接近 重陽橋那裡 這邊其實房租應該比較便宜吧 你說社紙嗎 我們那時候其實運氣滿好的 就是大概 那個時候房租的價格 也沒有像現在這麼貴 現在真的是太可怕了 那個時候一萬一 可是它是一房一廳一位 對 它租了18坪 大概18坪 雖然是很大的空間 所以貓可以跑來跑去 可以 可是我那次養到的貓 剛好不喜歡跑來跑去 因為它是 我撿到牠的時候已經七歲了 所以牠已經沒有什麼 有點年紀了 對 也有生病這樣 是 對 所以就在士林這邊住 那接下來 為什麼還要再換房子了 接下來設置之後 是直接搬到台中 因為那個時候 妳在台北市這邊的時候 其實全部都是自己在工作 是不是 已經開始在工作了 對 都是 在那個剛剛升坑的時候 還在讀高中大學 高中的時候 因為我高中就搬出來自己住了 所以在升坑這兩年是在 途高中 然後大學的時候 這邊是因為休學兩年嘛 然後再來搬去台中 妳那時候為什麼休學啊 因為我 我那時候覺得我身上沒有錢 我以後也 我覺得我以後也付不出就學貸款 即使就學貸款 可以讓我們年輕人 好像可以去讀書暫時免費 可是你想 一畢業就要承擔三四十萬的貸款 我那時候不覺得自己可以還得起 所以妳高中畢業的時候是先休學 然後沒有直接升大學 我有考 我有考 我有考上 然後我去靜宜大學辦 休學兩年 他最多可以讓妳辦 休學兩年再回去讀書 對 所以 所以妳那兩年都在工作 就先工作 還是說那時候妳已經開始紅了 沒有 我在深坑 我高中的時候就開始打工了 那時候就在木柵動物園那附近打工 可是我 都做餐廳 那個時候時薪沒有像現在150 那個時候是 80嗎 65 所以 你要想 我65 75的時薪 我怎麼會覺得 我有本事去讀大學 未來我還有可能去玩就學貸款 家裡面沒有辦法支出妳 那時候沒有跟家裡的人聯絡 對 那天有一段時間 妳高中以後就自己在社會裡面走闖 對 然後我到社子這邊的時候 我是 我找到了幾份工作 就是以我高中畢業的學歷 我找到了 可能月薪有兩萬三 兩萬二 然後的工作 所以我才慢慢覺得說 我沒有我想像中的沒有能力 可能或許未來我的就學貸款 我是還得起的 是 燃起的希望 對 我才燃起希望 不然65跟一個月 你根本不曉得 你自己可以賺到兩萬二或兩萬三 然後再回去台中念大學 就可以去辦 那妳的貓咪呢 就跟著妳一起到台中 對 牠就一路跟著我 我就是背 而且那個時候 我沒有辦法向下養到三隻貓 第一是經濟狀況不允許 第二是因為我貓 我那隻貓有貓艾滋 牠自己本身沒問題 可是牠沒有辦法跟別隻貓 相處會變得乾爛 所以妳撿到了那一隻流浪貓 不是 那已經是第二隻了 就是在這邊的時候 那一隻貓就已經過世了 所以妳到靜宜的時候 是自己一個人過去了 對 就自己一個人過去 對 聽說妳在找房子帶著貓 好像也遇到房東有很奇怪的一些 一些說法 對 因為我覺得 房東怕我們養貓 就是怕家具上面 而且我剛租屋的時候 其實有迷思在 我覺得即使房子裡面沒有窗戶 沒有任何東西 只要家具看起來是好看的 就好了 所以譬如說牠有可能就是完全 我之前租過一個房子 牠是完全沒有窗戶 牠都是用那個什麼抽風機去 哪一個 哪一間 在台中的經營大學 我們看一下經營大學的一個方式 進這個只有五坪是不是 妳都是住在同一個 沒有 也都沒有照片 第一次換的時候是五坪 這個是已經 這個我先講照片上的好了 這個是在南港昆陽街 是我從台中搬回來的 第一間房子 然後現在這個照片 是就是剛剛兩萬塊的那個 所以剛剛你們問的那個 沒有房間那個 就是我們有文字 文字在下面這邊 對 裡面包裡面這個 對 就是它是完全IKEA的家具 然後就是裝潢得非常的公主風 所以我就想說搬過去 可是住半年之後我就不行了 為什麼 完全沒有窗戶 你知道那個時候人是會生病的 你就會覺得說公主 可是公主看不到太陽 射不到太陽 就是你會越來越不想出門 憂鬱症 會憂鬱 是 而且沒有窗戶你知道嗎 就是便宜了至少一個月便宜 大概一千塊以上 對 那妳那時候為什麼不選擇住校就好了 住校嗎 對啊 我的個性有一點覺得說 因為住校它在 就是四 譬如說四個人 兩 三個人一間 我會覺得整天我都沒有辦法做自己 對 那時候已經是公主了啦 沒有 喜歡公主風不代表我是公主 對 然後我就想說那倒不如 因為我一直都有在打工 那倒不如我就讓自己 而且我打工時間回去學校也晚了 也超過了那個可以回去的時間 所以妳在台中唸書的時候 還是一樣自己都在打工 對 那時候的學費呢 那時候學費就就學貸款了 我到現在還都就學貸款了 我畢業大概四年了吧 四年 四 五年了 而且它那個時候的 住學貸款的利率應該是在 3.5到4% 後來有逐年降低 我只知道了 3.5到4% 早期的住學貸款裡面有6%到7% 別這樣說我借過8%的 我以前就學貸款是8% 早期的住學貸款有到7到8% 家欣 妳也住學貸款 我覺得家裡窮 對 所以我說現在87萬人口裡面 你隨便問一個 五個裡面就有一個說 可是我記得當時 其實為什麼會用就學貸款 就是因為它的利率很低 所以很多人跑去 它是第一年不用還利息 所以那時候我們其實就是 後面要還利息 那當然因為那時候 我借8%的原因是 那時候房貸10幾% 所以其實我的 現在一講好像自己年紀跑出來 反正就是借8% 還可以套利 對 所以我就等於說是 可能那個時間點 我就沒有套利 這回合 因為你喜歡 好嗎 妳是職業學生嗎 對 我最好是職業學生 因為他現在還在念書 對 我現在還學生 我現在想起來的話 的確那個利率有點高 但是當時的話 其實算是利率低的 對 它會比房貸 或者是說你其他的信貸來得低 所以其實就是說 如果說對於想要讀書的人來說的話 它事實上確實是一個方法 是一個方法 但是之後的這個壓力 可能也不小 其實大概如果你不住在台北 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在台北的話 你基本上還要租房子 基本上是不大可能 一年直接把他付完 不過昨天最新的新聞是 行政院通過是把他的住權貸款 可以延後到四年之後再還 可是最後還是因為 你背著這個債還是要還 所以我問到很多年輕人 他們第一個出現工作 第一份工作 我趕快把我住權貸款給還完 事實上 對 那可能要差不多三年到四年的工作 才會辦法還這筆帳 是 所以三年到四年可能生活品質上面 都會有一些問題啦 不過聽說你這樣子 其實斑斑斑 除了這些壓力之外 因為其實已經在 就是有點藝人在方面在賺錢了嘛 但是好像在這個租房子 還是有遇到房東刁難 因為我剛剛其實一直有想要請教你那個 房東到底是怎麼刁難你啊 第一就是你有養貓嘛 那我就問他說 那可不可以我把 就是如果有破壞的任何東西 我給你錢 拜託你讓我租 然後他就不要就是不要 而且還有很多房東是 你就想說他可能不知道 你可能就是算是一個乾淨的人 所以他一聽到養貓 電話裡面就把你掛電話了 所以我後來就是也不是純心欺騙 但我就想說 我帶著一顆滿滿的誠意 去到現場 跟他講說我是真的 是一個乾乾淨淨的人 然後也沒什麼其他的習慣 那這樣拜託就是跟他聊一下 然後覺得變好朋友之後才說 可以養貓嗎 而且我只有一隻 牠很乖 然後任何家具有任何東西 我都會賠償最後 而且可以加在合約裡面 他就立刻說 不好意思 林浪費我太多時間了 你應該要早說你有養貓 因為我完全無法接受有養貓的人 我就跟他說 貓跟狗狗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狗狗有可能就是亂大小便 牠很愛乾淨啊 對 狗狗也不是每一隻狗狗都亂 愛亂大小便 不是 但是就是如果以比起來的話 因為貓叫的頻率也比較少 然後可能不小心亂大小便的頻率 也比較少 所以我就覺得說 你可不可以對貓有轉一下印象 可是呢 還有很多房東覺得貓屬鷹 所以如果說 所以怕帶來不好風水 是 對 所以就非常好 蔣燕姐是不是真的在帶著寵物 帶著尤其像貓這樣子 真的不好租 其實我覺得這當然 我倒認為鷹這件事情 可能是比較讓我意外的一個狀況 但是我們通常反映到 有些人他不願意租給人家養寵物的話 貓的部分其實最多是附家具的 附家具的狀況 因為貓有時候會抓窗簾 或者是抓沙發 所以其實有一些人他會覺得說 我今天租給養貓的人 那我的這個附帶的家具 會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風險 那如果說是 那當然有一些人他會 比如說他有過敏的問題 那他就會覺得說 如果說因為貓毛我們看不到 他如果有過敏的問題的話 萬一說以後你房子 可能回收之後的話 他要再租給下面一個人 會不會他要花一些比較多心思清潔 那當然如果 有沒有解呢 對 那如果說你如果要租的話 我們大概會有建議 就是說第一個 你可能如果說你前面的房東還不錯 那你可以請你的前面的房東 當你的推薦人 就是如果說你遇到了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要去新租的時候 你可以請就是房東推薦 就是說你可以打電話給我的房東 我真的是一個很愛乾淨的人 那所以當然可能在這個部分來說 會稍微提高點 那另外來說的話就是說 在租約的這個部分我們會建議你 最好可以在裡面提及 因為其實有些人 他可能跟你簽了租約之後 他忽然又反悔 那我們也有遇過這樣子的客戶 就是他到一半的時候 可能租到一半 他還要再去找房子 那當然另外來說的話 就是最重要是要當個好房客 因為我想說 這個可能也是當好房客 對... 你看這個事情 養這種無毛毛就不會了 因為他沒有毛 他比較沒有毛 對 他也沒有毛也不會過敏 等一下 我有一個疑問 如果我有錢養他的話 我就可以先把我就學貸款還完囉 對 因為這次貸貸品 他也不會抓傢俱 他也沒有爪子 可是重點貴不貴 還好 可以接受 是一排進口車的概念嗎 也不是每一隻都這樣 這個要養在那個特殊的環境裡面 對 所以其實重點就是 還是要當好房客的 那如果說當好房客之後 其實大概房東就漸漸的 會對這種養動物的印象 他會漸漸的可能會消滅 那當然也會對後面的人 比較好一點 可是小潔妳養的貓會不會太多 我剛剛看螢幕上面的話 三隻 三隻 那三隻貓妳都這樣子帶著走 之前租屋的時候 一直都走一隻 對 妳能不能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是妳家是不是 而且還弄了一個貓通道 這是我家 然後現在在比的那個跳台 是我爸幫他們做的那個 就是木頭做的跳台 然後等一下有一個非常精彩的 看到一隻一隻跳出來 這是貓通道對不對 對 好可愛 我跟妳說因為剛好外面有一個陽台 所以牠們可以在那邊大小便 那其實貓沙有時候我們工作一忙 可能就一兩天才會清一次 那牠那個味道就不會在家裡覺得說 太濃 或是有些朋友不喜歡那個味道 就會覺得說 我以後不要去妳家 所以我爸就幫牠做了一個小通道 其實我覺得養貓的人很多 其實可以找有陽台的房子 因為陽台可以讓譬如說貓跟妳之間 還是有一些區隔 那其實我覺得我朋友也有養貓 他們就說這三隻很幸福 因為牠就是一個套房 牠們有自己一個套房的概念 那個房間是自己他們的房間這樣子 對 牠們的一個陽台房間 專屬的 這個不是什麼陽台還是說其他的地方 我跟你講為了牠們還不敢買洗衣機 為什麼 妳看牠躲進去 不是 因為牠們如果買洗衣機 然後因為那個雖然是通風 但還是會有味道 所以就沒辦法曬乾你知道嗎 如果要買洗衣機 還要買就是烘乾的 所以就是 目前還沒有買洗衣機 為了牠們 就拿出去外面洗 家欣 我問一下 就是如果那個小潔 拿了這個影片跟房東講說 妳看我的貓多可愛 總共有三隻貓 拿這個影片給牠 那個房東會不會讓牠租 其實老師說三隻真的會嚇到房間 這是我們平心而論 一隻就很難 一隻通常就很難 你找到三隻 其實好像有一點 如果我是房東的話 我一定會說 小潔 你三隻貓 那個房租漲一千五百塊 真的要漲嗎 有這樣嗎 房東就有這樣的牽涉 你如果養什麼寵物 對不起 你房租 每個月房租 給我加一千五百塊 是 真的有 真的願意這樣 那你這樣子會願意嗎 當然願意 還是OK喔 一千五百塊 因為真的不好找 就是願意租給養貓的人 其實不多 可是我覺得 現在一個問題 這個小潔有一個問題 可能你忽略 房東如果計時準 假設那棟大樓 房東計時準 房東是屬於那棟大樓所管理的 叫做公益大廈管理 條例裡面 16條跟23條規定得很清楚 就是說本公益裡面 大廈裡面要養寵物 基本上不能影響衛生 公共安全 跟那個什麼安寧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有些狗會叫 半夜會叫 當然有些不是養貓養狗 所以這個部分 現在的部分正在修法 但是現在沒有辦法去修法 所以不是說房東說了就算 也要看房東上面的管理 如果有令定規章 本社區不准養寵物的話 所有的大樓裡面 每一住戶都不能養寵物 我要講一個很悲哀的事情 租屋 買屋 我之前一隻都被拒絕到遍體磷傷了 我現在可以養三隻 是因為這是在我家 對 所以租屋根本沒有權利 跟房東哭說 他們也很可憐 他們需要一個家 他們沒有權利 租屋 以前租屋的時候 你根本不要想 你在牆壁上 只想貼一張自己的照片 還不是遺照 反正就是貼照片 他都不准你貼 對 就是不可以破壞掉 他任何你都不能有自己的想法 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你想要換一張沙發 你還要看房東說 我不要啊 我那張沙發就是要在那裡 我不願意換新的 這張沙發我找了幾十年了 所以那個自主權 其實是被剝奪的 根本沒有自主權 都沒了 他人就帶我來 我不是在那裡 在那裡 都沒想過 我不是在那裡